我剛剛正要講這件事耶 就這個東西 因為它這個彩碗蒸 一般吃到你就除了蛋 一定要很嫩對不對 然後就是水跟蛋的 比例要抓得剛剛好之外 很重要就是裡面的料 它這個雖然說裡面它的料 就是這一塊肉餅 可是你不要小看這一塊肉餅 它厲害了 怎麼了 因為它這個肉的 豬肉的香味很香 然後它那個香菇 應該是乾香菇 所以它那個乾香菇 也會有很香的香菇氣味 然後它一點點油脂 就會讓整個蒸蛋的味道 化了領進 我吃香菇是高手了 真的 真正最厲害的是日本的花菇 厚厚的 咬起來有香 而且有嚼勁 就算是吃等的 可是有乾的跟濕的 對 我最怕怕吃那種是薄薄的 就咬起來沒有香味的 然後就苦苦的那種對不對 可是它這香菇算不錯的 不錯 有香味的 而且老師 你不要忘記了 你要記得這也是台式 清明價格的壽 不要太挑剔了 已經算不錯了 清明價格已經很不錯了 CP值很高 老師 聽說這一盤的價格 對啊 才幾十塊 那老師今天是外省人 從小很少吃日文料理 小學的時候 同學拿這個到學校去 國小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吃到什麼東西 那你以為它是什麼 飯糰 就是飯糰怎麼做成這樣 真的 真的 我以前的孩子就是這樣 懂得吃壽司的人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跟我一起吃的話 拿去烤一烤 好棒 味道不一樣 那你吃吃看 我跟你講 其實壽司好不好吃 吃這種豆皮壽司最清楚 因為豆皮壽司 就只有豆皮跟飯而已 它的壽司都是做比較大汁的 有沒有 對 對不對 而且它那個 我覺得它的米粒 就是看個人喜好 它的米粒真的就是屬於 比較沒有那麼黏 然後是比較有嚼勁 比較有口感的 然後飯沒有那麼酸 日本的米為什麼好吃 為什麼日本的壽司 吃冷的才好吃 他們類似我們新竹的米粉一樣 因為日本的氣候有沒有 風乾的 它的米是天然風乾的 所以它不會有太多那種 過度的變硬的可能性 不像那種泰國米 均米 或什麼其他的米 會比較雙散 冷了就硬了 它不會這樣子 所以台灣的米跟日本的米接近 在日本不是吃壽司享受 吃它的米 我每次吃它的飯 飯就吃三碗 菜不見到吃 就是這個米就是有享受 你看這個 簡單又好吃 沒有壓力 不油膩 這個厲害了 我一定要看一下它的 這個米瘦湯的價錢 這20塊嗎 你看一下它米瘦湯撈起來 三分之二是豆腐 跟它放好多好多丁香小魚乾 這樣還做下去 老闆不知道要賣房子了 它料非常非常豐富 我覺得它應該是一量許勝 對 如果是在單調賣的話 不行 要一量許勝 米瘦湯 而且節償補短 這裡小賠一點 那邊大賺一點 我跟你講 就算你去一般那種台式小吃店 喝青菜豆腐湯 有這麼一大碗的豆腐跟菜